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 各位嘉宾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2017年法国巴黎 卢君洪台长 世界佛友见面会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佛法智慧普利众生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卢君洪台长二十年如一日 无私望我付出耕耘 慈悲昼度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使佛法精髓 普利有缘 和平之光 辩照十方 智慧圆容 妙法视线 慈悲无畏 应激说法 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 祸迷开悟 改变命运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近年来 卢台长的红法足迹 遍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国际社会 不仅获得授予 意大利名校西安那大学 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皇室 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 身世殊荣 还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 出席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7年5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赛节纪念活动 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 走向世界 今日有缘再聚巴黎 共慕佛光 共沾伐喜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姻缘 愿心灵法门 救度更多 有缘众生 人心向善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今天晚上的见面会 陈旭如下 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 上台发言 接着 卢君洪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 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 同修们的佛学问题 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 指点迷津 首先 让我们欢迎来自纽约的 黄亚兰同修与我们分享 曾经患有中风的黄同修 通过修习心灵法门 身体健康 诸事顺意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佛友 大家好 感恩给 感恩大家给我的机会 让我在节里为大家分享我学佛 两年多的一些感悟和体会 我是纽约佛友 黄亚兰 今年76岁 我是越南华侨 三十几岁时 越南沦陷 我带两个儿子跟先生去伊朗 先生做工程 我开餐馆 几年后 跟先生离分 我继续经营餐馆 依然沦陷 我几乎身无分 我带着儿子逃难到法国 靠在法国的母亲和家人 资助我 在法国念书五年 一边学法语 一边学服装 毕业后要带着儿子来到美国 认知一家著名时装公司 一直工作到七十亿岁多 我一生经历很多 心情好强的我 跟先生离分后一直没再分 如今把两个儿子护养成人 几十年一直走过来 单身母亲的不义 生活中的起起伏伏 经历过两次沦陷 给自己的财产和新生格方面 造成的损失无法离补 有时候感觉很辛苦 尽管如此 我从来没想过 想到过要靠某一种宗教和法门 作为自己真身的支柱 我只想凭自己能力好好工作 好好把儿子养带 我很自主 感恩老天也带我不博 身体健康 无病无灾 心格 落宽开朗 有一份不错工作 两个儿子长大成人 四月家庭都很不博 很成功 我身体很好 耳不聋 眼不花 穿针都不用带花镜 工作之一 我爱好跳国标舞 旗袍表演唱歌 如果不是中风 我从来没想过退休 2012年年底 那年我71岁多 我中风后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 出院后移植做各种康复资料 效果不见明显 半年后经个朋友介绍 进入当地一个法门 收敛一年多 身体情况乃不见好转 每天晕呼呼 头脑不清醒 再使时间还二次中风 身体不好 精神不佳 自己很苦 家人也担心 2015年 远在德国学习心灵法门的弟弟 跟我讲 跟我说台奖 要来美国纽约开发会 他让我一定要去 2015年5月17日 我参加完发会 18月我就去观音堂学念经 2015年7月 纽约陈师兄帮我在家里学了佛台 此后我一直在家里念经念小房子 感觉非常好 感觉非常好 身体情况大油好转 念经念小房子好几个月 有朋友约我外出国标旗袍表演 我单身自己中风 后一次头晕 可能没办法表演 在朋友传说下 我答应试一下 结果发现一上场 状况还不错 头不晕 头不晕了 接下来几个月时间 你又律师跟朋友外出表演好几场 还受了邀叫人跳国标舞 我非常开心 大家都为我高兴 后来因为出表演 出外表演太累 我决定不再经常出外 沉浸下来 沉浸下来一生一役在家里 好好念经 除了我和我德国的弟弟 学心灵法门 我美国加州的弟弟也在学心灵法门 弟弟也中风 第十副歌一直跟我说 没时间念小房子 去年三月我开始帮加州的弟弟念小房子 每个月寄给他三十江小房子 让他自己烧 一年寄了四个月 感觉身体不仍然夸逃 身上好痛 头好晕 难受得不表扰 好像要死掉 非常辛苦 后来有师兄告诉我 师父说过 如果我们自己功力不够 就不要忙着帮家人练小房子 不然会被业 被业很重 我赶快在佛台前跟菩萨讲自己做错了 请菩萨原谅 又连着一个星期每天都为自己消小房子 结果很快身上不痛了 头也不晕了 人也真神了 好像重新活过来一样 2016年9月 我有幸参加纽约万人法会 并在纽约拜师 成为炉台奖弟子 成为炉台奖弟子后 我决心我有心之年 放下万年 一心念经 每天早睡早起 早上五点做起床物语 然后开始向上做功课 八点多早餐 早餐后开始念小房子 我念经时 尽量向台奖说 头脑空空 什么都不想 这样念经一点也不累 越念越想念 法喜充满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一定要看台奖视频 听台奖录音 读台奖白话佛法 感觉佛观并教 每天如此 非常充满 学佛念经两年多 特别是16年拜师后 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精神越来越好 我平均每周给自己 要经济烧十张小房子 我今年76岁 逢369 我已经为自己要经济烧了76张小房子 欧洲法会回美 我会为自己要经济烧76张小房子 每次参加法会 我都尽量不要拥挤上钱 拼命想跟台奖握手 也不会拼命想让台奖看图腾 我相信只要我们好好念经 学佛念经 菩萨一定会加持我们 保佑我们 我住在美西大道附近 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纽约师兄 住成红法小组 住在纽约各方华地段 红法度人 向过往行人发放宣传单 让我很感动 我也要向师兄们学习 努力学佛收心 自度度人 以上是我的分享 分享中有不如与不如法的地方 请菩萨无法原谅 请师兄们原谅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管大宁感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沙 感恩无我利他恩师 感恩如今红台讲 感恩法师们 感恩佛友们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巴黎 年仅九岁的刘法原小朋友 与我们分享 从四岁开始 学佛念经的刘同修 不仅懂得运用心灵法门 化解关节与渊结 而且从小学佛行善 慈悲放生 令人法喜赞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沙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卢太长爷爷 感恩各位法师们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Kler 今年九岁 住在法国巴黎 我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学佛体会 感恩大家 我四岁遇到了心灵法门 认识了卢爷爷 我很喜欢听卢爷爷讲故事 现在我的功课是大悲众十一遍 新进二十九遍 妈妈给我做了功课的表格 每天我念完经文 就在旁边打个沟 念了经 学习成绩就提高了 我小学一年级 第一学期 老师的评语不好 说我比较困难 需要继续努力 法语不太好 到了第三学期 评语变成了 逐课法语 很好 一年都在持续进步 非常棒 有一次 我在学校 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 不能走路了 妈妈只能背着我去看医生 还买了拐杖 当天回家太晚了 不能送小房子了 第二天 妈妈给我三张小房子 还有几张 我自己念的自存小房子 一起送下去 过一会儿 拜完菩萨 我就不用拐杖了 第二天 第二天 我就可以 自己走路去上学了 真的很神奇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妈妈 上学期 班主任误会我 对我很不好 经常骂我 我求观世音菩萨妈妈 帮助我解开 和老师的愿解 而且一直坚持念节节奏 过了一段时间 老师对我不再又喊又叫了 还有一次 有一位同学 抢我的玩具 还对我一直大喊 我没有和他吵 一直读解节奏 他一边喊着 一边说着 就自己离开了 平时 我有时找不到东西 或者害怕的时候 我就念观世音菩萨 总是能很快找到东西 心里也不怕了 我在巴黎观音堂的儿童学佛班 学到了不万语 不偷道 观音堂经常组织 一起放生 卢爷爷说 放生释放我们的慈悲心 每一次放生 鱼都是蹦蹦跳跳的 还有一次放生 念经的时候 一条鱼自己从水桶里 跳到河里 非常开心 我妈妈经常对我说 我有两个妈妈 第一个是天上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另一个是人间圣物的妈妈 我要和人间的妈妈 一起好好努力 以后回到天上观世音菩萨妈妈的身边 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卢爷爷说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会念大悲咒和心经 我和妈妈也经常随缘发传单 想让工作的人也和我们一样 遇到心灵反门 有一次在地铁里 尖叫了两位不认识的姐姐 坐在我们对面 他们看着我 我对他们笑笑 把饼干分给他们吃 妈妈告诉我 妈妈告诉他们 观音堂有四十具餐 他们同意了 很开心和我们一起 到观音堂拜菩萨 还有一次在素食沙龙 我给别人先发一个吃的 再发一张心灵反门的宣传单 大家都很开心 我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 能拜菩萨 有更多的观音堂 因为观音堂是我们的家 我希望我们都能一起 回到我们天上真正的家 最后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卢太长爷爷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西班牙 塞维利亚的冯敬同修 与我们分享 节约心灵法门不到一年的时间 仅仅参加过一场 新加坡八万人大法会的冯同修 法会之后 帕金森综合症神奇全域 全家共修 寿以非浅 让我们掌声欢迎 弟子 竭尽所有的虔诚 恭敬心 顶礼纳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顶礼十方上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父法 顶礼舍命救度 度众的恩师卢君洪台长 各位法师 同修们大家好 我来自于西方亚 塞维尼亚 非常感恩 有机会与大家分享 我和我家人 修心灵法门 十个月以来的真实感悟和体会 有幸 2016年12月6日 接远了心灵法门 遇上了大爱无疆的卢君洪恩师 让我迷失在茫茫人海中的我 找到了方向 这次八十一岁的老母亲 带着儿媳 女儿也来法国拜师了 我终于 我们终于成为了卢君洪恩师的总弟子了 港观世音菩萨 港慈父恩典 今天的分享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祝元法会殊胜无比 2017年 2月16日 至22日 墨学生平第一次 参加八万多人 具有历史性空前盛大的 新加坡灵桑大法会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共彰法喜 共募佛光 2017年春节 我与先生回国过年时 听师父开示 今年的新加坡法会 天上会来很多菩萨 我非常想去参加这一次大法会 可又当心先生阻碍 岸地里度了表姐 同学做掩妇 说自己去新加坡旅游 2月是送签 因同学不是本地妇照 为了顺利得到签证 向菩萨许愿 放生五百条语 当菩萨有求逼应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见到了获签通知 等我要通知表姐时 莱爹说自己去不了了 体解出得胃癌了 需马上去上海 她很想去法会 家人不同意 没办法 最后 我带着表姐 与同学的照片 到法会上 让菩萨加持 新加坡法会 让我度过了 此生最难忘 最美好的时光 法会结束后 师父开示 但凡凡 参加法会 回家后 都有好事情发生 第一个 向我报喜的是我的同学 开口就说 港观世音菩萨 两家店铺 同时转让了 因我度他时 因自己没有时间 等两家店铺 转让后 可以静下心来学 第二个 向我报喜的是 表姐 也开口就说 港观世音菩萨 手术非常成功 未不牵除 三分子二 即党囊 没有扩散 都不用化疗 放疗 夏天时 两人报名 参加香港法会 可惜 法会更改 接下来 说我自己 我有 帕金生 综合症 前几年 去过上海 第一人民医院 让庄家 看过 根本 治不好 综生 要吃药 像这种 在医学上 无法解决的 疑难 杂症 我只参加了一次 新加坡 大法会 奇迹就发生了 简直不敢相信 告诉大家 我的帕金生 综合症 彻底 彻底 痊愈了 无比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临港 观世音 屠杀 无比 感恩 慈父 卢君宏 恩师 周围的所有朋友 都发现了我的变化 就急切地告诉他们 我就急切地告诉他们 是观世音菩萨 恩师的加持 治愈的 让他们知道 心灵法门 真的是神奇无比 今年大年初一 我跪拜在 观世音菩萨面前 许下 终生吃全树的寺院 不再杀生 吃终生肉 在吃树的过程中 我遇到了 很大的阻力 先生认为我 没有跟他商量 这么年轻 吃全树 影响他的生活 平时和睦相处的 我们俩 吵架了 感恩师父的 白发佛法 我在两个群里 读白发佛法 来度化 有缘众生 让我学会了 忍辱 息事宁忍 把吵架 抗称 菩萨在考验 我的道心 并坚持 为我家先生 念心经 一望遍的节节奏 还为他 烧送了 一百多张小房子 初一 十五 为他放生 现在的他 完全不一样了 时常 光注我的 素食营养搭配 并做一些 素菜 给我食用 相信 在观世音菩萨的 第一个受益者 是我的父亲 母亲在菩萨面前 许愿 让往年的父亲 扑米开悟 学佛修心 吃全素 并 烧送小房子给父亲的 要经着 就在第二天 母亲试着询问父亲 吃素 吃素可以吗 父亲就爽快地答应了 并亲自许下 终生 吃全素 看大悲咒 心经 念七佛 面罪 睁眼 节节奏 还天天捧着 白发佛法 都说自己 不想放手 整天拿着书 用书签 一行行 一个子一个子地看 看了一遍 又一遍 奇迹又发生了 白发佛法 让我父亲 十几年的糖尿病 血糖指标正常了 血压也正常了 身体比原先 明显好转 越来越健康了 还奉劝别人吃素 这一次也来到了法会现场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慈悲的恩师 如今81岁的老母亲 也在群里读白发佛法 度化众生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 让我母亲 有更多的时间 来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 在生日前 烧送了53张 9月6日那一天 摔了一跤 第一天没有反应 第二天开始疼了 第三天 疼得熬不住了 不能下床 才告诉我们 我跟母亲讨论商量 向菩萨许愿 直接针对腰部 烧送七张小房子 给大地的药精者 当夜腰部疼痛痊愈 事后 他只称上法门哉 真的太灵业了 现在 他自己天天 念大悲咒 心经 要跟着台长一门精进 永不退而退转 还有 还有母亲 多年的腰椎病 下雨天就备葬 上楼 闯气困难 通过三大法宝 也好了 现在我们碰到任何问题 用奇药 三大法宝 都能立刻解决 今年的六月八日 突然商家练行大解查 有六十多家商铺受查 我家也不例外 那一天我一个人在店 想起师父曾经的开示 立即聂解节奏 同时心里向菩萨许愿 奇迹发生了 什么问题也没有 无比感恩 观世音菩萨 及恩师 亲爱的同修们 请别再让师父太辛苦 抗图腾了 师父是唯一的 让我们的师父 具足更大的能量 去救度更多的 不知道有缘的众生 因为我们 有了有求必应的三大法宝 真情 祈求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一定要保佑 我们唯一的师父 卢君宏恩师 法体安康 常驻在世 弘法利生 顺利 地址发愿 余生 竭尽全力 弘法度众 学 光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做 观世音菩萨 牵手 牵眼 谨水 恩师 弘法度众 永不退转 永不窒息 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尽请 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父法菩萨 慈悲原谅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 王眼梅同修 与我们分享 修习心灵法门之后 多种疾患神奇痊愈 遭遇骨折脱旧的王同修 不仅没有疼痛 而且受到佛友的悉心照料 康复痊愈 心灵法门佛友 亲如一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佛萨 感恩 南无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金刚菩萨 感恩 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前来祝援的 法师们 师兄们 大家好 今天在此 向大家分享我 学习心灵法门之后的 一些感触 我在学习心灵法门之前 是一位虔诚的佛弟子 我今年五十四岁 在不到三十岁 就皈依受戒 在寺院做义工 一做就是十八年 但是 在这十八年中 我没有做好一个佛子 应该做的事情 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 五道 五戒 杀到淫忘久 我都有做过 现在 我真诚地向观世音菩萨 好好忏悔 向师父忏悔 弟子错了 感恩师父 救了弟子的慧命 2012年7月 我接触了心灵法门 师父的每句话 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 震撼着我的心灵 让我泪如雨下 我找到了我的归属 找到了我的心灵之家 接触心灵法门之后 我每天听师父的开示 看视频 师父的教诲 每天都在洗刷着我的心灵 我每天流着泪 向师父忏悔 弟子错了 弟子错了 十几天之后 我开始念小房子 按照师父的开示 许愿放生念经 在不知不觉中 我身上的病痛 一个一个的都消失了 我左膝盖骨的积水消失了 在我结婚之后 曾经怀了一个孩子 三个月就胎死腹中 八个月的时候 住院催产 留下了后遗症 复健炎 为此肚子经常疼痛 在我念经 念小房子后 肚子痛的症状 也消失了 还有 还有 就是我家族的遗传病 高血压 高压160 低压100 也在我念经之后 得到了控制 现在已经好几年 都没有吃药了 虽然 我一直坚持许愿 放生念经 今年三月 我还是业障爆发了 师父说过 每个人都夜深如海 业障就像鲨鱼 会紧紧盯着你 你想上岸的时候 它会在后面咬住你的腿 把你拖回湖海 真是这样啊 三月十二日 我马上站不起来了 很吃力地把门打开 老板看见我坐在地上 右腿已经不能弯曲了 当我把裤子卷起来时 才发现 我的膝盖骨已经脱出来了 在肉皮里面 可以随意地滑动 当时老板都吓坏了 我却反而很平静 一点不紧张 还安慰老板说 没事的 我有观世音菩萨保佑 于是老板叫了救护车 把我送到医院 在医院等待 说需要动手术 等待期间 有一位好心的护士 每隔十几分钟 就来问我痛不痛 这种情况 一般病人早就痛死了 可是奇怪的是 从我摔倒以来 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我一直没有感到一点的疼痛 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我 听到消息后 师兄们也陆陆续续地赶来陪我 让我的心更加安定了 感恩师兄们 我的手术一直拖到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 才给我做 之前我还是没有感到一点疼痛 手术的时候 我只能念菩萨妈妈的圣号 好多师兄帮我不停地 助念大悲咒 我感觉到菩萨妈妈 就在我的身边 因为我闭着眼睛的时候 我的眼前是雪亮雪亮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在法国 手术后不是把病人直接送回病房 而是要等到麻药的力度过了 病人有了知觉了 才把病人送回病房 六点钟左右 当护士推着我 快到病房的时候 我听见了师兄的声音 原来师兄一直在陪着我 等着我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因为我是一个海外游子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师兄们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师父说过 我们心灵法门是一个大家庭 这次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在我之后住院的两个月的时间内 每天都有师兄轮流来照顾我 因为我吃不习惯医院的西餐 每天都会给我送来美味营养的素食 当我远在美国的女儿 听到我住院的消息 匆匆飞来看我 待了一个星期就走了 是我的师兄们天天陪在我的身边 照顾我 帮助我 尽快恢复 真是不是亲人 圣似亲人啊 师父的话又得到了证实 心灵法门是一家 让我们 当我们走进观音堂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加持 和师兄们的照顾下 目前我已经基本恢复了健康 在这里 我要再次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师兄们 感恩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 王清清同修与我们分享 被法国的权威机构 诊断为自闭症的儿子 在心灵法门的救度之下 取得了神速的进步 全家灵验势力不断 让我们掌声欢迎 顶礼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顶礼南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顶礼南摩龙天护法菩萨 金刚菩萨 感恩 感恩 无我为他 舍身 弘法救度众生的 卢君洪师父 莫学 怀着无比感恩之心 来和大家分享 菩萨 慈悲保佑 在念经 学佛六个月后 我身患自闭症的儿子 进步神速 2016年9月底 我当时年级两岁的儿子 被法国权威机构 确诊为自闭症 手里拿着孩子的残疾症 我的心里头痛得 无以言表 我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会是我 生出了一个 不正常的孩子 在别人眼中 学业上 事业上 都算同龄人中 比较优秀的我 我不知道 怎样能接受 这样致命的打击 如果我的孩子 是像医生说的那样 终身残疾 无法治愈的话 那我以后的人生 带着重病的孩子 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 我的人生 会如此的不幸 我甚至不敢看别人的孩子 看着别家孩子 健康快乐的笑脸 我难过得 甚至无法呼吸 我多么渴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健康啊 在收集 治疗孩子 自闭症的过程中 有一篇师兄的分享 吸引了我 是哪来的力量 能够让一个 患有天生 染色体缺失的 极度重病孩子 逐步恢复正常 如果 佛法真的是 当今世界上 唯一能够治愈孩子 自闭症的方法 我一定要像师兄那样 去用师父的三大法宝 去救助我的孩子 在国内外 众多师兄的热情帮助下 2016年11月底 我开始学习师父 所传授的 观世音菩萨的 心灵法门了 学习 如何许愿 念经 放生 唯听师父的白化佛法 开始 悬疑宗述 立即 法喜充满 知道孩子的病 有救了 墨学 看到了师父 慈悲地度化众生 异常常的法会 和电台节目的内容 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连续不停地听 佛法真的好神奇 连一往 整日哭闹不停的孩子 都经常停止哭泣 还跟着我说 菩萨 拜菩萨 说他喜欢卢爷爷菩萨 也就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孩子学会说话了 师父 太有智慧了 让我明白了 太多的道理 我决定 去参加师父 2017年的 新加坡法会 在新加坡机场 有缘 正好师父 出机场大厅时 一抬头 看到了我 顿时 我觉得眼睛 明亮了好多 当时 好多师兄 在迎接师父 儿子 儿子也不停地叫着卢爷爷 还得到了师父 还得到了师父的摸顶加持 从那天开始 他又学会了一句话 经常说 感恩师父 从新回到法国后 孩子在法国儿童自闭症 培训中心 进步神速 尤其是他的理解能力 孩子每天都乐呵呵地 特别发喜 我许愿吃全素 每天随时念经 想菩萨 每天至少念两张小房子以上 坚持随缘放生 一天 我惊奇地发现 孩子也不知什么时候 学会了大悲咒 心经 我一考 他居然 欺佛灭罪真言 准提神咒 解节咒也会 我们俩经常 一有空 就一人一句 反复念诵经文 他渐渐 能自己吃饭 刷牙 高兴地洗澡 帮我做点小家务了 词汇明显增加了很多 五月的一日 培训的老师 无比激动地 来到了我的家里 拿出了他们机构 权威专家的测评表 在表达 认知 模仿 自理 等十一项能力测评中 2017年 1月17日 儿子六项能力 得的是零分 平均只有几分 那天 2017年 5月17日 儿子平均达到了 近40分 老师说 你的孩子 是整个培训中心 进步最大的 没有别的孩子 有这么大的进步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 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 虽然 离正常孩子 要达到50分的标准 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坚信 在菩萨妈妈的保佑下 孩子 会好起来的 2017年 7月10日 在暑假 即将来临之际 法国自闭症 权威机构 又进行了 本学年度 最后一次评估 可喜的是 孩子已经达到了45分以上 离正常孩子的标准 已经非常接近了 大家都赞叹不已 回想过去 他出生 第一个月起 就开始发高烧 在过去的两年内 经常发烧 感冒生病 都不知道 多少次半夜去医院 通宵在医院里 做了多少次 各种的检查 自从学佛后 他第一次发烧 我没有像以前一样 再给他吃西药了 我抱着他 非常诚心地 坚定地 念了49遍大悲咒后 第二天 孩子就完全康护了 直到现在 孩子也没有再生过一次病 不久前 我把他满柜子的药 全部给扔了 而和他同龄的孩子 经常会看到 还在发烧 感冒 再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学佛以来的 灵验事例 今年6月9日 我在国内外 众多师兄的帮助下 在家中设立了佛台 设佛台的当天 香 不停地打卷 非常发喜 我知道 我知道菩萨妈妈在鼓励我 那时家中一条金鱼 一块奄奄一息 佛台设好的第二天 金鲤鱼便神奇地恢复地恢复了生命力 快乐无比 生龙火虎的游来游去 我当时心里感动得无以言表 心灵法门真的真实不虚啊 另外我想跟大家说 师父的白话佛法和热线节目 帮助我们修心修行 改变我们的精神面貌 一定要每天都听 能够加持我们 在学佛的道路上 一直拥有正信 正念 正能量 还记得 当我第一次在微信群里 分享诵读白话佛法的当晚 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就慈悲殊胜地来到了我的梦里 带我飞了很远很远 并用她很轻柔 但坚定无比的声音 点化我说 在祈求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 和所求的事情说得很清楚 墨学现在 整个人犹如重生一般 深感学佛 念经 弘法 已经是多么幸福 快乐的一件事情 还在佛门前 徘徊的师兄们 请不要再犹豫了 菩萨妈妈 是不会放弃 我们每一个孩子的 只要你有愿望 请求母亲 母亲都能听得到 有很多师兄会问 为什么有求不灵呢 我们的心 离菩萨妈妈 有多远 菩萨妈妈 是那么的慈悲 而我们的慈悲心 在哪里 有多少 师父说过 找到了慈悲 就找到了观音 我希望 有更多的 有缘众生们 能提早地 接触佛法 不要像我 走投无路了 才来开始 学佛 念经 如果早一点学佛 悲剧就不会发生 佛法 让我们 今世改变命运 更能 庇佑后代啊 心灵法门 是末法时期的法宝 良师难遇 我们今生 能有幸 有缘 接触到这么好的法门 和这么好的师父 让我们一起 沐浴佛光 在佛光普照下成长 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份缘 学师父的 无量 大慈大悲 菩提心 跟随师父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我今天的分享 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 请南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原谅 请隆天 护法菩萨原谅 祝师兄们 学佛精进 福会双修 早正菩提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